在输掉总球赛季三之后 拥有东欧组合的达拉斯独行侠队 很显然已经来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 尽管面对媒体关于大比分落后 是否有翻盘可能的提问时 独行侠当家球星东切奇依旧表示 坚信球队能够做到 但相信球迷们懂的都该懂了 毕竟在整个季后赛历史上 总共出现的156次0比3落后局面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大逆转的成功案例 而目前带领绿山军 已经支手摸到总冠军奖杯的 凯尔特兰主教练乔·马祖拉 近日也成为了各路媒体关注的对象 这位988年出生的年轻教头 甚至比目前绿军队中的阿尔霍夫德还要小两岁 更有意思的是 马祖拉曾经也追寻过自己的NBA球员梦 并在2011年的NBA选秀中成功落选 没错 那一年的选秀状元 正是今天站在马祖拉对面的凯里·欧文 只不过现如今的局面 似乎快要被淘汰的人变成了欧文 不仅如此 虽然马祖拉在球员时代 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绩 但他却有希望迎来自己教练生涯的高光 因为如果凯尔特人能够在祭祀比赛中赢下独行侠 那么今年36岁的马祖拉 将会成功取代传奇教练帕特·莱利 成为NBA历史上最年轻的总冠军教头 而前者保持的记录 则是在1982年37岁时率领胡人夺冠 那么问题来了 相较于2011年选秀大会上天壤之别的地位 你们觉得乔·马祖拉和欧文 谁的职业生涯成就更高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